好欢迎回来 那么我们继续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一个接下来的课程 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后一个章节 是一个前代html的一个生成方式 那么这个的话就其实也是挺简单的 挺简单的 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下思路 就是用我们的一个ob 就是用我们的一个缓冲区的一个形式来做 用我们缓冲区的一个形式来做 好那么我们就以我们的这一个麦子 刚才做的这一个页面为准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页面 现在的一个执行时间 现在的一些执行时间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缓存到各种地方 比如说缓存到Memokach Redis之类的等等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看一下用这一个 那么我们现在整个执行时间的话 那是468毫秒 430毫秒 82 那也有快也有慢的时候 好那么我们先生成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速度 跟现在的这一个来对比较 因为我们是在本地 而且又简单的一个页面 所以说动态跟静态的页面 其实可能相差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说亮起来了 就是会比较 就是比较明显的 这些东西 好那么第一步 我先把这一个se给修改好看一点点 那么改一下 好那这样子稍微会好看一点 有强迫症 不好意思 好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今天的一个正题 把我们这一个东西呢 生成我们的一个静态的一个东西 那么首先我们找一下我们生成 看一下我们百度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是准备用文件的一个缓冲器来做 那么我们这一个现在呢 假设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们就来搜PHP生成HTML的方法 好那是这么 好这边的话会有一个很多 这边会有很多种方法 对不对 那我跟大家讲的思路 就是又可以像这种说的 好我们准备用的话 就是这种方式啊 用这种方式 然后看一下他这个人是说会有一个多种方法 那我们来看有多少种啊 好这Smarty我们肯定是不用了 因为我们是DOTCMS DOTCMS呢有自己的一个生成 我们这一个静态的一个方式 好那等会的话 我讲一下我们的这一种 好讲一下我们的这一种 跟我们的另外一种就是我们DOTCMS自带的啊 但是自带的话 说实话不是非常好用啊 说实话不是非常好用啊 这两个文章是一样的啊 那么我们直接看一个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做我们的这个操作啊 做我们的这个操作 好那么我们直接把这一段给复制 好 那记得我们要用这一段代码的时候呢 还是必须要开启我们的一个 就是一个扩展啊 这个是需要一个扩展支持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扩展是什么东西啊 好那么我们没找到啊 没找过要先不管 因为一般情况下这个OBSTAR这个缓冲都是有开的啊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Apache的一些模块 别名这些啊 CG啊 Di啊 好那么我们暂时没找到啊 那我们就先不管这个东西 我们先把功能给实现了啊 把代码呢 复制到这个地方 好 那么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代码啊 我们的代码 我们把这个从这边开始啊 复制一下啊 从这边到这边的话 我们直接放到这里啊 以下呢是我们的这一个东西啊 好 那么我们用这个变量呢 来做一个写入文件的一个方式啊 那么我们文件名的话 来看一下要怎么来操作啊 文件名 我们呢是把它放到我们 好我们这一个是一个 一个这一个 麦子FAQ 麦子FAQ 那么我们就放到麦子FAQ 里面的view.html 啊 那么我们这个4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ID啊 $ID 那我们以我们的这个写的方式打开 对吧 以写的方式打开 或者是文件写入错误啊 文件写入错误 那或者我们就不需要了啊 写入错误 我们就直接让它错误 好 那FWipe的这一边 我们给它这个样子一下啊 那么我们首先来生成一下 呃 这样子生成可能会出现问题 好我们先来刷新 看一下会出现什么问题 刷新 好 页面不出来了啊 页面不出来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一个 根目录有没有一个麦子FAQ的一个东西啊 好 发现并没有我们麦子FAQ的这个东西啊 那么 我们这种是异强 就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要放到哪里了哈 我们需要把这一个东西呢 第一步我们需要创建一个 麦子FAQ的一个文件夹 对不对 好第二步我们再刷新这个页面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地方 发现没有哈 没有对不对 那么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路径写错了啊 路径写错了 我们需要这样子来写 然后再刷新一下 没有对吧 没有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一口一个我们的TEMP 看一下有没有 值有没有获取到啊 TEMP 好然后刷新 好发现我们这一个TEMP是有值的 对吧有值的 好那么我们就 FP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到的ID有没有获取到啊 刷新 那我们的一个麦子FAQ里面的Vue 没有东西的啊 没有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生成到其他地方去的 这个我们不要啊 这个我们不要啊 会跑到上面来的吗 我们把这一个FP打印出来看一下啊 刷新 好它是一个说明它这一个是生成成功的啊 好那么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操作 我们自己先创建一下这个 看它会不会写入啊 我们新建一个文本文档 然后叫做Vue4.html 好然后把这一个呢放到这一边 我们再刷新一下 发现它是不生成的啊 不生成的 不生成我们来看一下百度这个方法是不是有错误啊 应该是没有错的啊 for white for open 啊不好意思啊 还是有错错在哪里呢 错在我们的这个目录是相当于我们这个文件的外面一层啊 那么我们现在刷新再看一下有没有效果啊 刷新 好那这回的话这个地方就有值了哈 这个地方就有值了 我们来看一下放到我们的genweb里面 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了啊 做出来了 对不对有这个值啊 然后我们把这一个FP的这个东西给刷掉啊 刷新 好我们来刷新 但是呢我们现在 不管你怎么做哈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关掉 但是现在呢我们其实生成了html 但是还是没有调用到我们html了哈 不信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直接在这边在echo一个当前时间 当前时间是time对不对 好刷新 当前时间在这再刷新 当前时间对不对 说明我们是没有调用到那个静态文件的啊 所以说在这边我们就必须做另外一个操作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下面这个步骤啊 下面这个步骤 好把这个给打开啊 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判断啊 做一个判断 首先第一个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到的file 等于我们的这个地方啊 等于我们刚才这边取的这个东西 file 好 那么我们直接就这样子吧 到了file 这是我们的一个文件名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文件名存在的情况下啊 如果说我们这个文件名存在的情况下 tang等于tang tang等于tang 等于ftang 好 这个是设定一个什么呢 设定一个修改时间啊 这个的是我们现在假设说是以5秒刷新一次啊 5秒刷新一次我们来看一下会有样子样子效果啊 如果说我们文件存在的话 如果说我们文件存在的话 5秒钟刷新一次好 好 好 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用这种hide的形式啊 因为我们做网站要避免我们的这个重定项 如果你用hide的话 他又重新刷新一遍啊 这个是不行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eco一个file get comment 然后把我们的file name file name 带进去对不对 小15的话我们这样子带进去 否则的话啊 我们把这个放到外面去判断啊 一步判断就好了 好 我们这种方式的话就是可以怎么样子呢 这种方式的话就不需要我们手动去生成啊 大家知道我们得到CMH的话 都是用我们手动生成的哈 所以说我们用这种方式的话 它是5秒钟刷新一次哈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有没有作用啊 有没有作用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一个给删掉啊 删删掉然后再刷新 可以吧 回来了对不对 然后再刷新 呃 那么我们在这边还是做一个操作 还是做一个操作啊 我们把时间还是输输啊 刷新 那现在3939 看一下5秒钟 好 2345 5 5 好 5秒钟 大概5秒钟 它就刷新一次啊 就是这个样子 好 这个样子的话就可以做一个自动生成我们的这一个微静态啊 好 现在我们来做一下其他的操作 我们现在到第一页 然后点击我们的333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文件夹里面 好 这个也生成了 对不对 再刷新更新了 对不对 然后你一直狂刷 它是没更新 对不对 然后现在5秒钟过了吧 再刷新一下更新了 对不对 好 这个的话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5秒钟来更新一次啊 5秒钟啊 非常方便的一个生产HTML的一个方式啊 那么这是第一种方式啊 第一种方式 然后呢 像我们这一个 像我们这一个列表页的话 大家自己去用这种方式去生成啊 唯一要区别的话就是这个file name file name的话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一个totally set 跟我们的这个pagesets 来做我们的这一个文件名称啊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一页一页去区分是哪一个文件页的啊 那这个的话就是留给大家的一个作业 那么我们接下来剩下的话是另外一个方式啊 另外一个方式 那么我们这是第一种方式 我给大家备份一下啊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 方式一对吧 好 然后另外一种方式的话 是我们的这一个首页的这一种啊 我们得到CMS自带的一个生成HTML的一个方式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我们打开 打开现在我们点进去是错误的啊 那么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啊 好 那么大家看到这一边会有一个自动生成HTML的一个样子啊 这边会用一个301的形式去返回我们的index啊 这是一个 好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一个东西呢给copy过来啊 copy过来 好把这个全部copy过来吧 这是我们得到CMS自己的啊 方式啊 好 然后get update true 得到CMS来骗人了啊 如果说这个为true的话 直接就生成了 那么我们这样子 来一个使用方式就好了啊 像这个文章的话 我们先注释掉啊 先注释掉 看一下情况 因为我们是在二级目录 所以说必须上一级目录对吧 然后这边有global index 不需要吧 那么我们info是在这个地方啊 info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把info呢 放到这个地方来啊 好 然后raw的一个templates 好设置它的一个模板路径是在哪里 对不对 模板路径 那么我们这一个的模板路径是在哪里呢 我们这一个的模板路径是在我们的上级目录下的 我来看一下啊 这一个是上级目录下的一个templates的plus里面对不对 templatesplus里面的麦子 view 好我们 有些都落吧 好 现在用这种形式 config base config这一个 然后raw这一个 show mode show mode 我们show mode 直接去掉啊 这个也不要 好 那么我们就直接来生成我们的这一个htm了 直接生成我们的htm了 生成到我们哪里呢 生成到我们的外部目录下面的 好 我们这边的file name还是得拿出来用啊 还是得拿出来用放到我们这个地方 然后 然后 它的一个地方是我们的麦子faaq里面的 带上我们的file name对吧 那么file name这一回的话就不能这样子了啊 用这种 好 好 然后我们就来加载我们的这个file name 对不对 那么我们把这一句话呢 放到这个地方来 好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效果啊 我们还是到我们的麦子faaq 好 然后把这个删掉 刷新 发现我们是404 not found not found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dollar law有没有正确啊 好 不好意思我们要把这个给也要也得引入啊 刷新 哎 错了 用这个 好 那么我们照这个情况的话 就过来 到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过来了啊 就过来了 好 过来的话我们dollar law 好 那么我们第一种方式跟第二种方式的话 可能模板得变一下 模板得变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种获取变量的方式不一样啊 获取变量的一个方式不一样 好 那么我们这一个view可以变成view2吧 我们再建立一个啊 把view改成view2 那么我们来找到我们templates plus 麦子的view变成我们的view2 好 然后现在拉上来 只要改这个地方 info我们改成dollar law或者是dollarfed 好 我们看一下是哪个是对的啊 好 这样子就对了吧 然后我们只要把这一些dollarinfo 改成我们的dollarlaw 对吧 刷新 好 这样子就出来了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再来下一页 对 点击1 看一下有没有生成成功 在mysfaku里面对吧 好 生成成功了对吧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前台生成html的两种方式 大家可以灵活应用 因为我们第一种方式的话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比我们这种方式快 因为我们dlcms写的这一个比较乱一点 当然如果说你要统一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用第二种 因为他是使用dlcms内部的一个方式来的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set template是用我们比较傻的一个形式 用列表来去解析我们的模板 然后模板里面其实输出的是我们想要的一些东西 这样子的话也就是额外的增加了一个开销 那么我们用这种dlcms原有的东西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一些开销 也比较统一 那么我们今天这节课也讲到这样子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dlcms的整个课程也是已经讲完了 那么感谢大家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听讲